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后一连三天接受登记 国民党两位最先表态的 现任市议员何淑萍以及林佩祥 在18日同一天分别缴交了 110万元的保证金及作业等经费 登记完成会不会跟部分区初选一样 杀到刀刀见骨呢 最后又不团结呢 两人都说不会 有意代表国民党提名参选立委选举的 现任市议员何淑萍和林佩祥 在国民党机动市党部前握手致意 君子之争也各自说明参选立委的目的 然后让赎品能挺身而出 那尤其是在我们市长取得 取回这个执政权之后 更需要有一席的立委来协助 来帮忙金融市政的推动 无论是在这个我们通勤处的交通 以及未来积节的整个规划的落实 还有我们的富佑的一些照护 这个都需要我们这个中央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来协助基隆市政的推动 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 佩祥将尽全力把港口资源 追回回馈给我们基隆市 让基隆港变成基隆人的港 不能一天到晚营运成本 基隆港的营运成本就是基隆人在吸收 可是基隆人却没有对他人回馈 这一点都不公平 佩祥如果进国会 最主要争取的就是这一点 国民党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从4月17号到19号一连三天接受登记 国民党两位最先表态的 现任市议员何淑平以及林佩祥 也在18号同一天先后分别各自缴交了 110万元的保证金 以及作业费等经费正式登记完成 会不会跟部分地区初选候选人一样 杀到刀刀剑骨最后又不会团结呢 两个人都说不会 我倒是不会 因为我现在打的选战都是正面的 我相信这个四名朋友也都很厌倦的那种 谩骂 然后那种抹黑的这种手段 那我希望就是依照我六届民意代表的一个洗礼 就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就是一步一脚印 然后就是靠自己的表现 而不是把别人踩下去 然后觉得自己很高大 不会刀刀剑骨 我们基本上本党的所有同事都有个共识 我们要把这一席 基隆人的立委抢回来 我们要把这一席 属于基隆的唯一一席的立委抢回来 基隆人不是没有需求 只是基隆人的需求 被人家漠视掉了 被中央和谐掉了 这一点都不对 过去八年就是这样 所以配祥这次参选 主要就是想进中央 想进国会 想进入体制内 两个人都说目标一致 为国民党拿回基隆市这一席立委席次 而正式进入党内初选机制 就看最后登记截止日 有几位同志登记参选 开始进入初选协调 或是协调不成 用什么方式做民调 决定提名人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河过港录制 暖江桥新龙街 右岸步道串联工程 终于正式启用了 副市长邱佩玲 感谢交通部与经济部的协助 让基隆河最美的一段 完整地呈现在市民面前 沿着基隆河畔 暖江桥下的活血地形 立即映入眼帘 基隆河自行车最后一段 终于完工启用 往东一路畅游到瑞芳 往南更能直接进入戏指 3 2 1 请用节 副市长邱佩玲 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联恩典 林敏勋 陈冠宇 和经济部水利署官员 邀请当地民众 一起体验步道 不少民众举起大拇指 开心迎接步道启用 全台湾可能没有一个自行车 人行步道 有千年的古今的历史 而这古今是天然的古雪 再加上最新的工程做法 因为我们没有附地 所以需要用高桩去 高架的桩去把它打出来的 很感动 在基隆有一个 可以在全台湾 号称是最棒的一个自行车 人行步道 同时间当国际有人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个居民 可以很自豪地说 这条人行步道串联了 新北台北 更重要的是 它的历史价值是不一样的 很开心各位可以参加 我也很谢谢 一个步道的完成 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在行政院那边是希望说 能够发展水系 河系 河系的这个自行车道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福隆 也就是贡辽那边 有一个旧朝礼隧道的一个自行车道 沿着这个三雕角的这个隧道 然后到了这个瑞芳 从瑞芳在沿着基隆河 到我们这个四角亭的瑞庆桥以后 就接到我们这个自行车道 我们这自行车道接完以后呢 再往南走到这个过了巴鲁桥以后 那就会接这个我们石河局的这一个 基隆河畔的这个自行车道 那就会到五堵 然后到这个台北市 到接到新电锡的这个自行车道 最后会接到大汉锡的自行车道 那就可以从新北 基隆 台北市 再回到新北市 最后会到桃园市 这一整串的这个自行车道 都是沿着河系在走 那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自行车道通知以后 我们自行车的骑士 就可以不用跟汽车在风路上面 去挤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其实已经有自行车的骑士 在后面骑了 是相对的非常安全的 一个自行车道 那也是风景非常漂亮的自行车道 因为它是沿着河系在做 基隆河沿岸步道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我们基隆市这个整个 可以说我们的地理优势 可以说这整个沿路这个步道 可以说是这个 风光明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想我在第十八届 我就开始提案 我就非常重视这个整个 基隆河沿岸步道的这个 这个整个串链 在这个整个基隆端 就在这个基隆 应该是说 就是新北基隆端 那个就是五堵 五堵隧道口那个地方 原本它就是要经过 那个千翔角那个 那个八德路 那因为就是它没有那个引道 所以我记得我在第十八届 我就提案说 这个一定要用引道 我想这个 我们知道台湾真的是 能够这么进步 这是工程师自我 我们在座的工程师 都是真的是 都是理工人才 所以真的台湾如果有理工人才 自我的话 包括我们谢市长 他也是麻省理工学院 他本身也是这个 理工的专才 所以他的逻辑思维 我相信未来基隆市 一定会更好的 所以我也非常相信 我们市长 未来会把基隆市的整个市政 觉得是务实的呈现在 我们的乡亲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民生 整个会呈现给乡亲 我想老百姓要的不多 就是我生活过得好不好 那这个是我们等了非常久 那因为长期以来 其实这个新隆街的这个交通 人车真道 尤其我们沙子车又很多 其实非常危险 那在这个悬壁市步道 衔接串接之后呢 他不只是改善了我们当地的 这个人本环境的交通 那也是串接了我们整个 过港和平公园 跟我们地内防序步道 到了整个瑞芳四小亭 这个整个很好的一个 休闲廊道 把它做一个串接起来 那未来我们就可以从过港 然后新农街这个 今天启用的这个步道 然后走地内吊桥 那一路到和训步道 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 大概三点多公里 这个很棒的一个生活圈 不只是早起的民众 可以使用下班的民众休憩 那或是整个全天后 其实都会有很多民众 来做使用 那我们自行车的朋友 也可以骑这条 欣赏我们整个过港 独有的这个 很特别的这个 湖穴的这个 自然景观的地形 那希望让 藉由这个步道的启用 让更多的好朋友们 不管是新北台北 或是整个我们 全台湾的民众 都知道我们过港 暖暖这个地方 是一个好山好水 非常漂亮 非常适合大家来这边 做一个休憩的一个城市 那我想我们暖暖 这个是非常的光荣一件事情 那把这件事情 在经过我们市政府 做好之后 我相信会对我们 不但是周边的居民 对我们的休憩休闲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同时让台北新北的好朋友 也能够常常到我们 基隆这个地方来 一起来游记 一起来过这个好山好水 欣赏这个好山好水的 这个好地方 重点是未来我们的自行车组 或是你是一个徒步的旅行者 你可以从农染车站出发 或从过港出发 经过八中里 进到七堵到五堵 一路连接到淡水 我们可以撞游淡兰古道 我们可以撞游到淡水 我们可以把整个北北基陶 都把它成功串联起来 而且这个最后一段要感谢 也要再更加肯定市政府 两任市府的努力 后半段我们也会再持续争取 包含是我们的湖穴 要成为一个地质认定的保护区 让它更加备受照顾 就是备受关注跟观光之外 也要推动后面 包含是自行车的串联 比如说U-bike系统 或者说自行车逐介系统的进来 然后让整个步道更加友善 这条步道全长1.9公里 工程设计从暖江桥下穿越 让民众能够安全的近距离 欣赏湖穴景观 另外设置了景观平台 供民众平栏干眺望 启用于事前 不少单车骑士 已经迫不及待先行漫游体验 整个我们的自行车道串联了北北基陶的 一个整个自行车道的一个河滨的部分 那当初设计是调整既有的步道 还用生态的设计的方式 那保留现有的湖穴 还用友善的方式 调高的方式 那也增加了夜间的照明 把整个步道给串联起来 不仅可以让附近的一个 我们基隆市区的民众 对于这个河的部分 不在很远的距离看得到它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河 河里面 包括我们这个河里面的一个万年的湖穴 都可以很亲近的 可以在这个自行车道的部分 我们可以边慢跑 或边骑车的时候 就可以欣赏到整个基隆河河滨的一个风景 那发展我们基隆市的一个观光产业 把整个周边的一个风景区狼带给它带动起来 这段自行车道总预算8500多万元 完工后更拉近了周边居民和基隆河的距离 民众不仅能在步道上悠闲散步 单车骑士也能在左右岸的自行车道畅通无阻 轻松体验河滨的漫游 记者黄少鸣 基隆报导 再等你来看位在中山区的大船入港回车塔出路口 每逢下雨这个排水沟就会溢满水到路面上 另外车塔里面的墙面也脏污不堪 接到当地社区管委会和里长反应的市议员宋伟丽 立刻邀请市政府等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要求尽速改善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邀请市政府公务处和产发处等 相关单位人员以及中山区中心里长李靖发 和第一警社区管委会等人到大船入港回车塔进行会刊 因为管委会反应在出路口的地方 每逢下雨排水沟就会溢满水到路面上 另外里长则指出回车塔里面的墙面也脏污不堪 宋伟丽都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紧速改善 他们的出路口这地方 每逢大雨的时候都会有水溢出来 溢到路面上 然后溢到路面上之后 然后他们的停车场也都会淹到水 因为停车场里面比较低洼 那我今天请下水到客来现场来看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中间部分可能有堵塞的状况 应该不是因为水位乱窜的原因 所以说他们在近期内会到现场来改善 要求我们公有建筑客 希望他们能够照以前的往里 能够清洗我们这个回转道的墙面 因为它的轻鸟的成立之后 因为来往车辆非常的多 那外线市如果进入这个回转道的话 会感觉到说很干净 觉得说整个墙面都是无悔 所以说希望公有建筑客 能够紧速派员来这边清洗 市政府相关单位也同意 尽快用水柱冲洗水沟内的杂物 减少堆积造成溢水的情况 也同意今年内将回车塔里面的墙面冲洗干净 恢复美观和整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市议员曾继言 接获里长和居民反应 说这个仁爱区光华国宅两旁的人行道上 有路灯杆挡住影响居民通行的顺畅 特别邀请市政府公务处的单位道场会刊 期盼加强行走安全提升行人友善 画面上是要进入光华国宅的路口 两旁的人行道上都各有一根路灯杆挡在中间 造成居民和轮椅族通行不便 市议员曾继言接获里长和居民反应 邀请市府公务处等单位道场会刊 要求改善路灯杆的位置 第三三项两片的人行道上面 这个路灯杆刚好设在人行道的导盲砖上面 这个非常的不理想 而且会一笑大方 在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 有庄龙兴一座的时候已经拆掉了两座 所以说这一届的话在导盲一座 为我们的人行道上面会来拆路灯 再拆改善我们军人的道路 军人找到人行道的时候碰到路灯杆 你就找到大马路上来 会造成的军人跟车辆征道 非常的危险 我们草动里里长 里关键里里长 有给我民众的陈情 陈情我们金融市仁爱区 一山三项路口 因为路灯的灯杆影响行人行的空间 那我想现在谢市长 我们金融市政府也在推 行人友善友善行人这个政策 那我想今天请我们金融市政府公务处 来会堪 然后一起来改善 移除我们这个路灯 然后把该路人行的空间 然后还给行人 现在我们金融市政府 我们小爱市长在推这个行人友善 那我想行人友善不只是说在路口 车辆要离让行人 那我想行人行的空间 那也是非常重要 所有的杂物 所有的交通耗制 所有的路灯杆 全部都要移除 把行人的空间还给行人 那我想还是 这边我们 跟里长这边还是会督促 我们金融市政府 尽快来移除 然后把该给行人行的空间 把它让出来 议员曾经言强调 市政府正大力推动 路口的行人友善 希望也将行人友善的美意 扩及到各个人行道上 减少人行道上的障碍物 让市民朋友都能安心 又便利地使用人行道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另外市议员曾宜芳 接获七堵区 堵南街的居民反映说 这个每当火车经过 就会发出轰天巨响 深夜和清晨都不得安宁 市议员曾宜芳 与立委赖品渔服务处就邀请台铁和环保局到场 设法帮助当地的居民解决问题 入夜后堵南街紧邻铁道住户 总是睡不着 几乎每天都要忍受这个声音 喉咙巨响 话破周遭宁静 而且列车不止晚上 扰人清梦 早上五六点更是准时经过 叫当地住户起床 打开住家窗户一看 还有三条铁路经过 让新搬来的住户快受不了 一夜市很吵 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已经有习惯了 不过有人新搬来的话会不习惯 他们住在这边长久以来 一直受到这个噪音的干扰 那之前离场这边也都有请求协助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一直都没有下文 那我这次我就邀请到 赖品渔办公室的赖主任 因为我们这边戏指跟七堵 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所以他们也非常能够感受到 那个民众所受噪音的困扰 车一直没有那么平凡 现在已经是比较平凡 所以会老到老人清梦 赖主要的困民 生活的安定的种种 所以说今天来 邀请我们做一来 共同会再结果这个问题 火车经过的噪音有多响亮 找来环保局台铁里长议员 都来一探就近 加好机器实测 可能位在顶楼加上售车火车 刚好行驶在最外侧轨道 只测的最高分贝67分贝 距离超标的85分贝 还有一小段距离 台铁说它会先用 长轨道的方式来做改善 那我们环保局的部分 也是会先由测分贝 那半夜的分贝噪音 大概是85以下 它就是一个噪音的那个规定 那所以我们之后的话 我们就会持续来追踪 民众所带来的这个困扰 因为白天的时候 其实干扰都比较少 但是半夜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上班的民众 然后也有学生 那学生这样会严重影响到 学生的品质 那长者的话 他如果有生病在家 物床的话 其实这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一种负荷负担 所以我们希望台铁 能够协助我们当地的住户 来改善这个噪音的困扰 刚一座跟那个 鬼那边也有请那个环保局 这边也来测那个噪音 那噪音如果通过 没有就是 那个超标的话 过去的话 我们会做一些 海战的计划这样子 台铁说 长远的解决方法 用轨道改为长轨道 但长达4.5公里 工程浩大 目前考虑在火车轨道周边 装设隔音墙 来降低分配值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文婷有一个 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 是因为她有正义感 基隆要持续进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 争取预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最专业的 郑文婷 乖室 要来去就好 但是我要去银行缴纳 使用牌照税 现在用手机就能缴税了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和电子支付APP 扫描QR扣 就可以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 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选择了 乖室 上车带我去兜兜工 多元缴纳不可 我一路顺差安心 GO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 会离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离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张秉军 我已完成登记 民主进步党 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身为市议员 我深深了解 基隆市即将面临的现况 和挑战 基隆市要持续进步 立法委员 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统人机的张秉军 此名市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市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市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市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拜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台铁基隆火车站前 出现了一群要去五股 服献兵役的年轻人 有些义男表示 他们去年六月就毕业了 等到现在终于又去当兵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许多想要当兵的民众 苦等了好一段时间 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有些义男说 去年六月就从学校毕业 等到现在 而虽然疫情只有四个月 但家长们还是有点舍不得 也是会不舍啦 四个月而已啊 现在四个月 要平均安安安回来 很高兴啊 我最近他很光荣 因为我有三十包 先给他义书一家而已 前面两个哥哥都太胖了 所以他很光荣啊 不会有一点舍不得 没有不会 因为我爱孩子 如果我去超过 回来才会大 他啦 他就是我去打的 对啊 他也是副公司我去打的 我就去年六月毕业嘛 到现在 对啊 我就去年大学是六月毕业啊 然后到现在半年八个月 诶四月了 就平常心码 反正大家都一样了 所以现在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心情怎样 就赶快打连到 你自己有里头发 我自己剃了 借看一下 借看一下 哇好帅耶 为什么 你是有听说是不是 没有啊 怕里面剃不干净 而且会不舒服 其實疫情三年期間很多民眾很多義男他們想要提前入伍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都暫停了入伍的這樣的一個作業 很多義男他們都有來希望說能夠提前入伍 其實這個是跟過往相當不同的 那我覺得主要是我們這些義男他們對於國家的一個認同 還有想要報效國家這樣的一個心意 因為他們可能在這個學習告一段落之後要就業之前 他們希望利用這一個空檔趕快來完成這個義務 然後他們就可以再專心的在事業上來衝刺 伏兵義是國民的基本義務因此能夠順利的去當兵 對於整個國家的整體發展還是有相當正面的意義 期待這些基隆子弟都順利健康地完成國民應盡義務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市屬公私立中小學校長暨公立幼兒園園園長會議在建德國中舉行 校長幼兒園園園長們齐聚一堂探究教育問題 有鑑於特殊族群學生議題在學校事務中越來越重要 在市屬公私立中小學校長暨公立幼兒園園園長會議上 特別邀請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張貝利教授分享 身障者權力公約如何落實在教育現場 教育處長劉美蘭也以教育Aplus為主題 與各校校長 園長們分享教育新展望與願景 那今天的會議呢 主要我們也探討了CRPD 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的部分在校園中可以的被施建 那也對於弱勢教育的部分 我們期待能夠更有法規還有更尊重還有更平等的一個立場 能夠對於校園現場的部分給予檢視 而另外呢 我們對於校園教學環境 以及校園學生的學習狀況的一個評量 那我們也特別邀請了我們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我們張芳全教授 那一起來跟我們共同分享 我們落實於教育現場中的一些評量的標準 以及學生學習狀況的一個了解 那最重要的呢 也透過這一次校園長的會議 我們期待能夠鄰居更有愛的城市 也鄰居我們教育現場 以學生為中心 以品德為基石 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化為教育的實踐 讓基隆市的每一所的學校 都能夠感受到團隊的氛圍 對學生的全心照顧 這也是我們辦理這一次校園長會議 最主要的一個核心 透過今天校園長會議上面 教授對CRPD在對我們更多的釐清 或者是觀念的加強 那我們更清楚法規跟實務方面 可以怎麼樣來做 那也讓我們校園當中可以有更多的方式 也能夠來陪伴特殊需求的小朋友 能夠更開心的學習 更順利的成長 然後締造校園當中的有愛校園 透過交流讓市府在各項政策推動上 可以和教育接軌 提升教育效能與成就 讓基隆蜕變成亞洲最溫暖 最有愛的城市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